身为超级英雄的祖国人竟然是一个杀人魔 为了伪造现场 他拿起M4对着眉府疯狂吐吐 因为这样就可以栽赃给死去的罪犯 这波操作简直让人恶心 但这就是受美国人崇拜的超级英雄 不仅如此 他更是一个变态 因为从小没有母爱的原因 阿祖对马德林有着特殊的感觉 但现在他所有的爱却被一个小孩夺走 这让他心生妒忌 为了释放内心的情绪 他竟然使用镭射眼摧毁了一架飞机 看着坠落的飞机 阿祖十分满意 但这还不够 于是他找到了眉府 命令眉府今晚跟他打扑克 迫于祖国人强大的实力 眉府不得不妥协 事后为了发泄愤怒 眉府找来了三位大汉 疯狂揉虐着他们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十分享受 但眉府一个不小心却被大汉一棍抽中 愤怒之下他一脚将大汉踹倒 随后一脚踢飞 紧接着将剩下两人也全部打倒 但这时他的手机却突然响起 居然是祖国人打来的 我会在那里 我会在那里